在我的記憶中 曾經那個吸引我的香港 那個人和人之間都有好有利 出入方便 物質豐富的香港 不是今天這樣的樣子 我已經不敢看電視 聽新聞 怕見到下一個被抓的就是他 多次夢醒都是這些場景 他前途盡位的故事浮現 我已經很多次心野獨自狂哭 我很自責 我理解青年人有他們的難處 他們畢竟太年輕 被人教唆了 做了人家的炮灰 到頭來 屍體的是他們自己